一向主力投資住宅和舖位的蘇師傅 在去年就把握樓市的高位 分別賣出山頂環翠園和中環伊利近街的舖位 圖演6700萬 哈哈 不知道是不是一早有預測到這個跌浪呢 師傅啊師傅 那這個跌浪要去到什麼時候啊 其實自己哪有看都是一個轉角 其實兩樣一起合的 一個是自己行不行運 那你如果不行運的時候呢 就頭頭抱著一刻 想什麼都錯的了 那就要計自己行不行運 因為我剛剛今年入大運 有三十年大運 那你入大的時候呢 最少都會壞三年至五年 那我見很多客人 入大運都很壞的了 那你自己有心理準備 那你三年至五年怎麼過呢 那你就欠現錢了是不是 那就不要理樓市了 那第二就計投資了 那投資我投資了那麼多年 我經常都說 這個世界沒有一路升的東西 當你看到跌的時候就沒有人買東西 沒有人買東西就一路倒了 只不過是等那個點而已 大運?我都不知道怎麼計 師傅我只是想知道 今次這個跌浪去到什麼時候啊 還是大將小回而已 這個不是大將小回的 沒有得小回的 有什麼方式 你這個購買力呢 購買力在哪裡呢 你都沒有購買力 那為什麼現在一手樓還能買到呢 因為一手樓賣便宜於二手 唉…真的有時間等了 咦師傅 你好像手頭上還有大約六個鋪位拿手 分別在中環堅島和謝利街 嘻嘻 不出火 是不是又在等一個點啊 一六秋天之後零售開始旺返些 因為一六是離金水 賭業啊 零售啊 航運啊 他都會旺返些 那一九二零二一還有個高峰 那可以一九二零二一賣而已 喔 是不是真的 最後師傅強調一半年才會積極入市 還說現在樓市跌勢是剛剛開始 哈?記得等我啊 我都未上車的 我會學會決定 我會學會我 你只會發現 所以讓我學會 我可以交給 我可以抹擾 你開對付神話